明朝王国公主的悲惨命运,从极尽荣华的恶死在破毛屋里。 王国公主命运都是非常凄惨的,我们都知道,崇珍在李自成即将攻陷北京的时候, 灰刀把自己女儿,长平公主砍得半死不活,我们今天来聊明朝的另一个王国公主,荣昌公主。 荣昌公主荣昌公主朱轩英是明朝二历皇帝的嫡婶长女,也是万历皇帝和王皇后唯一的孩子, 也因此,她被视为长上明珠,享受着非同一般的宠爱和奢华生活。 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,荣昌公主年满十五岁,到了出格的年纪,按祖训,明朝的公主只能嫁给数人, 可是万历皇帝心疼荣昌公主,就扩大了责选驸马的范围,也就是说,除了数人还有达官贵人, 如此精挑细选,多方综合考虑,最终,万历皇帝选了世代为官, 任南城兵马司副指挥杨继的儿子杨春元。 杨家因杨春元被选为驸马,受益颇多,杨春元成为驸马多位, 她的父亲杨继也得到了提拔,对于给杨家带来殊荣的荣昌公主, 杨家对其十分恭敬。 荣昌公主尽管出身高贵,但因教育得大,她并没有养成飞扬跋扈的性格, 嫁入杨家后,也虽杨春元尽心尽孝,对杨家人一直以礼相待, 同时还接连给杨家生了五个儿子。 万历皇帝如此全家其乐融融,夫妻两人也恩爱有家, 一度成为明朝二历年间,无好家庭。 不过,哪有夫妻不吵架的呢? 荣昌公主和杨驸马,也并非一开始就如此, 万历三十二年一六零四年,荣昌公主生下长死不久, 两人因琐事发生了口角,本来这也不是庄大事, 可是很快就有人告诉了万历皇帝。 万历皇帝听说后,勃然大怒, 自家女儿好歹是金枝玉叶的公主,居然还要受气, 于是将杨驸马叫来,狠狠训斥了一顿。 杨驸马本来就受了荣昌公主的气, 现在又被老张儿叫去了一顿, 心里很不快活,委屈得他连家都不回, 直接做了小叫回老家固安去了。 杨驸马的行踪很快, 就有人报告给了万历皇帝, 万历皇帝一听, 这还了得, 于是马上隔了杨驸马爹杨记的职, 又命杨驸马迅速回井。 事儿越闹越大, 杨驸马见父亲被隔了职, 顿时傻了眼, 赶紧回京, 先向万历皇帝认错, 又主动提出去国子建学习礼法。 万历皇帝见杨驸马已有悔意, 也就不再说什么了, 又过了百日, 见杨驸马还在国子建学礼法, 认为他知错就改, 气也就消了, 下旨又恢复了杨驸马父亲的官职, 从那以后, 杨驸马和荣昌公主之间, 再也没有发声过口角, 婚姻生活倒也过得和谐美满。 闯王入京可是, 荣昌公主最终没能和杨驸马白头偕老, 两人只生活了十二年, 怎么回事呢? 原来杨驸马的母亲李氏去世了, 杨驸马是个孝子, 母亲去世后, 她悲痛万分, 天天饮食不尽, 挨了七天, 便随母亲去了。 荣昌公主悲痛万分, 不过, 对于荣昌公主而言, 杨驸马的死, 其实只是不幸的开始。 又过了几年, 荣昌公主的爹妈案例皇帝和王皇后相继离世, 接下来几任皇帝频繁更换, 明朝渐渐显现出江河日下的景象, 转眼到了崇祯十七年一六四四年, 李自成攻占了北京城, 明朝最后一任皇帝崇祯皇帝自尽眉山, 明朝灭亡。 受战乱波及, 荣昌公主五个儿子有四个先后被杀, 清朝建立时, 只剩下一个儿子跟着他了。 清朝占领北京后, 没收了荣昌公主所有的房产, 六十二岁的她, 不得不带着子孙们回到丈夫的老家顾安县。 她丈夫家在顾安县, 本来还有一些田产可以收租, 有了租金, 本来还可以勉强生活, 不过, 老家的田产却也很快被清政府霸占, 荣昌公主生活无浊, 在贫病交加中又苟活了三年, 最后饿死在一个残破的茅草屋里。 不知道经历了大明王朝极尽繁华的她, 在死前会想些什么? 当然了, 这已经不重要了, 一个王国公主, 谁会去注意她呢? 良好 exempel啊! 感谢观看